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26日,凯文·杜兰特在今日的一场巅峰大战当中选择回归。 最终带领着他的篮网战胜了太阳,KD在付出的首秀就打出了惊人的超高效表现。 有趣的是,就在24小时之前,胡人队的王牌超级巨星,农眉哥安东尼·戴维斯,也正式宣布付出回归。 结果他的表现,就和杜兰特的付出表现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也正是因此,KD付出之后的首秀,就席卷全美,并为他赢得了联盟第一人的称号。 杜兰特付出的这场球,尽情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,应该是怎么打球的。 只打了28分钟的他,最终就21投12中,3分线外3中2。 罚球也是8中期拿到了33分,6篮板4主攻。 甚至还有两个,抢断和一个盖帽。 重点是在首节一秒钟,都没有打低情况下。 杜兰特后面三节比赛,发挥非常稳定,每一节,都投进了4个球。 整个下半场的两节球,他加起来,一共12投8中,拿下24分,和4个篮板。 随着比赛的渐入佳境,杜兰特的状态,也是越来越好。 但是与此同时,龙梅哥付出之后的表现,就只能用丢脸来形容了。 第一场10投2中只得到了4分和4个篮板,表现非常低迷。 而第二场比赛,当所有人都期待,龙梅哥站起来的时候,他19投5中,关键的第四节,更是5次出手,只进了一个球。 打得更为糟糕,可以说是,失败的罪魁祸首。 两场比赛加起来,龙梅哥一共,就只进了7个球。 还不如杜兰特,两节进得球多,这就是一个,非常讽刺的情况。 事实证明了,杜兰特和龙梅哥,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球员。 同样是刚刚商誉付出,杜兆,还是替补上场的,却仍然轻松打爆了,排名西部第二的泰雅。 而洛杉矶湖湖人队打低,还只是排在西部第六的独行下,却被对手,连跃两场。 只能说龙梅哥的这个档次,和杜兰特的档次,确实是有天与地的差距。 双方的实力,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。 而且,这也同样能够证明,现在作为两个同样名字里,有詹姆斯的存在。 哈登的队友,确实是比詹黄的队友,要强太多了。 杜兰特是玩爆,龙梅哥的,更不要说身边,还有一个同样高效。 甚至处于,摘月期间的欧文了。 欧文最近可能吃饭,都吃不饱。 但是仍然能够,打出高效表现。 而且已替补身份上场,对于KG这种级别的超级巨星来说,其实是更难适应的。 可尽管如此,杜兆仍然打出了自己的经验高效表现。 战胜太阳的比赛,也是证明了篮网,这个西部克星的名号,是实至名归的。 看来篮网,才是总冠军的,第一大热门。 难怪在今日赢球之后,NBA名嘴Steve Phillips公开表示,杜兰特证明了,他是地球最强球员,他比詹姆斯,强很多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